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9月15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2024年前8个月的外贸数据 官方报告称,今年1至8月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8.58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 其中,出口16.45万亿元,增长6.9% 进口12.13万亿元,增长4.7% 乍看之下,这些数字似乎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 中国外贸保持了稳健增长,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作为一个资深的经济观察者 BOSS必须提醒大家不要被表面的数字所迷惑 让我们一起深入分析这些数据 看看它们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经济真相 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去年的基数效应 2023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上海等多个城市实施了严格的封控措施 全国各地经济活动几乎停摆 外贸遭受重创 在如此低的基数上 今年增长6%的值得骄傲吗 这就好比一个学生 去年考试只得了10分 今年考了16分就开始沾沾自喜 说自己进步神速 可实际上,它的成绩离及格线还远着呢 同样,中国外贸6%的增长 充其量只能说是在低基数上的一个反弹 离真正的复苏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我们要将中国的增速 与全球贸易增长进行对比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DAV6TO的预测 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 预计只有1.7%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中国的外贸增速仅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外贸的竞争力正在下降 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和优势 再看看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表现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4年前7个月 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 同比增长3.2% 进口下降3.5% 虽然中国的表现看似好于美国 但考虑到中国经济体量较小 增长潜力更大的因素 这样的增速实在不足以自豪 欧盟方面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 2024年1-7月 欧盟27国对外贸易出口 同比增长3.8% 进口下降8.4% 虽然欧盟的进口大幅下降 但出口增速与中国相差无几 这再次说明 中国外贸的相对竞争力在下降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 2024年1-7月 日本出口同比增长1.9% 进口下降9.1% 虽然日本的表现不如中国 但要知道 日本是一个成熟的发达经济体 增长空间本就有限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 6%的增速实在算不上出色 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这6%增长究竟是怎么来的 首先从企业性质来看 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前8个月 民营企业进出口15.74万亿元 增长11.8% 占进出口总值的55.1% 与此同时 国有企业进出口却下降了0.8% 这一对比鲜明的数据说明了什么 它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 中国外贸正在由民营企业苦苦支撑 而占据垄断地位 享受诸多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 却在拖后腿 这种情况的出现 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显而易见 国有企业体制僵化 效率低下 缺乏市场竞争力 他们享受着各种优惠政策和垄断地位 却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 相比之下 民营企业则更加灵活 更能适应市场变化 因此在外贸领域表现更为出色 然而 见识情况是 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正在日益恶化 国际民退的现象愈发严重 许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失去了信心 开始躺平 甚至润倒国外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 中国外贸的未来将会怎样 恐怕不堪设想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具体的商品出口数据 2024年前8个月 机电产品出口1.37万亿美元 增长6.5% 占出口总值的59.1% 这个数字乍看还不错 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隐忧 以手机为例 前8个月出口7236.7亿美元 同比下降1.7% 作为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 手机出口的下滑 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电子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正在下降 这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 在智能手机制造领域的崛起 不无关系 汽车出口表现倒是不错 前8个月出口760.8亿美元 增长20% 但这主要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 而传统燃油车出口增长乏力 更重要的是 即便有20%的增长 中国汽车出口总额 也只是勉强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相比之下 日本 德国等汽车强国的出口额 要高出中国数倍 更令人担忧的是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增长4.9% 远低于整体出口增速 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失去升级的动力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下降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具体的高新技术产品 集成电路出口1035.4亿美元 增长22% 看似不错 但要知道 中国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价值 是出口的两倍多 这意味着中国在半导体领域 仍然严重依赖进口 技术自主性不足 自动数据处理 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 1325.6亿美元 增长9.1% 这个增速虽然高于整体出口增速 但考虑到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 这个增长率其实并不算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在高端服务器 工业控制计算机等领域的竞争力 仍然不足 大多数出口 仍集中在低端消费 电子产品上 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 125.4亿美元 增长5.6% 在全球新冠疫情 仍未完全结束的背景下 这个增速显得有些乏力 尤其是在高端医疗设备领域 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仍然不足 大部分出口仍然集中在口罩 防护服等低附加值产品上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进口数据 2024年前8个月 中国进口总值12.13万亿元 增长4.7% 增速低于出口 这个数据背后隐藏着什么问题 首先 进口增速低于出口 表明国内需求相对疲软 这反映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 消费投资增长乏力 企业扩大生产的意愿不强 这些都是导致进口增速偏低的原因 其次 让我们看看一些关键商品的进口情况 原油进口3669.1万吨 同比下降3.1% 作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 中国原油进口量的下降 说明了什么 一方面 它可能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工业生产活动减少 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中国在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天然气进口871.3万吨 增长12.3% 天然气进口的增加 与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关 但同时也要看到 中国在天然气领域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 这对能源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芯片集成电路进口3580亿个 金额2451.6亿美元 数量增长14.8% 金额增长11.5% 这一数据再次凸显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短板 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芯片产业投入巨资 但在高端芯片领域仍然严重依赖进口 这不仅影响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也成为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突破口 大豆进口7047.8万吨下降2.8% 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中国大豆进口量的下降可能反映出多个问题 一是中国正在努力提高粮食自给率 二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中国正在调整大豆进口来源 三是国内需求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稀土进口9.17万吨同比下降22.6% 作为稀土资源大国 中国稀土进口量的大幅下降 可能与国内稀土产业政策调整有关 中国正在加强稀土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 减少原料出口提高深加工产品出口 但这也可能引发国际市场 对中国稀土出口政策的担忧 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前8个月有进出口时期的外贸经营主体 达63万家 同比增加8.8% 这个数字乍看之下似乎不错 但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其中的内涵 首先 外贸经营主体数量的增加 并不一定意味着外贸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 事实上 很多外贸企业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 其一 全球需求疲软 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国际市场需求低迷 许多外贸企业定单锐减 有些甚至面临倒闭风险 其二 成本压力上升 原材料价格上涨 人工成本增加 物流成本攀升 这些因素都在欺识外贸企业的利润空间 很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压缩利润来维持生存 有些甚至出现亏损 其三 汇率风险加大 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 给外贸企业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一些企业因为对冲不当 遭受了巨大损失 其四 贸易壁垒增多 近年来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不断增加 中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 出口受阻 其五 产业链转移压力 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影响 全球产业链正在加速重构 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印度等国家 这给中国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外贸企业不得不依靠政府补贴和低价竞争来维持生存 一旦政府补贴取消 或者人民币大幅升值 这些企业很可能会迅速倒闭 这种脆弱的生存状态 显然不利于中国外贸的长期健康发展 在分析全国整体数据的同时 我们还需要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 2024年前八个月的数据显示 中国外贸区域发展依然存在明显的不平衡 东部地区仍然是外贸的主力军 以广东 江苏 浙江 山东为代表的沿海省份 外贸总值占全国的比重超过60% 这些地区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人才资源 在外贸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 然而 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相对滞后 虽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增速有所提高 但总量占比仍然偏低 以内陆省份四川为例 2024年前八个月外贸总值虽然增长了15.2% 但其绝对值仅相当于广东省的十分之一左右 东北地区的外贸形势则更加严峻 受产业结构单一 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 东北三省的外贸增长乏力 以辽宁为例 2024年前八个月外贸总值同比仅增长2.1%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不仅影响了中国外贸的整体竞争力 也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差距 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外贸竞争力 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全球经济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 中国外贸面临着结构转型的巨大压力 然而从2024年前八个月的数据来看 这一转型进程并不顺利 首先中国外贸仍然过度依赖加工贸易 2024年前八个月 加工贸易进出口7089.1亿美元 占进出口总值的17.6% 虽然这一比例较往年有所下降 但仍然偏高 加工贸易利润率低 抗风险能力弱 难以支撑中国外贸的长期发展 其次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缓慢 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例 2024年前八个月出口5587.9亿美元 仅增长4.9%低于整体出口增速 这说明中国在产业链中高端环节的竞争力仍然不足 再次服务贸易发展之后 2024年前八个月 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虽然有所增长 但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仍然偏低 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特别是在金融 咨询 知识产权等高端服务领域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仍然不足 最后中国外贸的品牌影响力仍然不足 虽然近年来华为 小米等一些中国品牌 在国际市场上展露头角 但总体而言 中国出口产品仍然以代工为主 自主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有限 这些问题的存在 严重制约了中国外贸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突破这些瓶颈 实现外贸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 近年来 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深刻的重构 这给中国外贸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24年前八个月的数据反映出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首先 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将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以越南为例 2024年前八个月 越南出口额同比增长17.3% 远高于中国 其中 电子产品 纺织品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出口增长尤为明显 这意味着 中国正在失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其次 在高端制造业领域 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尽管中国在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在高端芯片领域仍然严重依赖进口 美国 日本 韩国等国家 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优势 短期内 难以撼动 再次 地缘政治因素 也在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布局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 美国及其盟友 正在推动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重构 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出口 也威胁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政府提出了双循环战略 试图通过扩大内需 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但从2024年前8个月的数据来看 这一战略的效果还不明显 如何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 维护并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在分析2024年前8个月的外贸数据时 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政策的支持 事实上 中国外贸的6%增长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 首先是财政补贴 为了支持外贸企业度过难关 各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 例如 对出口信用保险的保费给予补贴 对企业参加国际展会给予资金支持等 这些政策在短期内 确实起到了稳定外贸的作用 其次是税收优惠 政府继续实施出口退税政策 并对一些重点行业提高了退税率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出口成本 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再次是金融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大商业银行 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如增加外贸信贷投放 降低融资成本等 为外贸企业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持 然而过度依赖政府政策支持 也带来了一些隐患 第一扭曲了市场机制 大量补贴和优惠政策的存在 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当 阻碍了市场的优胜劣汰 一些本应淘汰的落后产能 因为政策支持而得以存活 反而阻碍了产业升级 第二增加了财政负担 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经济增速放缓 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这种做法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 第三引发国际争议 大量的政府补贴 可能被其他国家视为不公平竞争 从而引发贸易摩擦 事实上 中国已经多次因为补贴问题 被其他国家提起反补贴调查 第四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长期依赖政府支持 可能会削弱企业自身的创新动力 和市场竞争能力 一旦政策支持减少或取消 这些企业可能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 因此 如何在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之间找到平衡点 如何逐步减少对政策的依赖 提升企业的自主竞争能力 将是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屏幕前的大家看待2024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